认识那女人多少天了 九天 什么了几回 什么什么了几回 你跟那女人什么了几回 81回 9981 每天九回 这个龙京虎猛的男人正是远近闻名的画师桑子明 他本事奉命在墨高窟绘制笔画 可不料最近却总是怪事频发 自己好端端的画作总是被人偷偷改动 你小子可得当心点 要碰上个狐狸精 可别被他迷得晕头转向呢 好友于飞劝告他还是搬回家中为好 可哪知桑子明却根本不以为意 这天当地的高官点名找到桑子明 请他为自己的王女画一副公养人像 虽然画像对桑子明来说是手到擒来 可问题是自己压根就没见过对方 无从下笔的子明心头烦闷 便带着于飞来到全边寻找灵感 不料却被一把古琴所扮倒 正当他要上前查看之时 却被于飞一把叫住 不信鬼神的子明将琴带回了住处 可奇怪的是每当他拨动琴弦 外面不是电闪雷鸣狂风四季 就是雷电交加暴雨如注 这天夜里不信邪的子明正要附近 却突然贴见一袭白衣从全口处游了过来 带他定睛一看 来人正是一个身姿曼妙的女子 可桑化师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被白衣女子伸出的胳膊一把掐住 桑子明被吓得惊声尖叫 一顿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直到他摔倒在地才从梦中惊醒 原来只是一条麻绳在作祟 又是一天夜里 桑子明正欣赏自己的画作 突然外面电扇雷鸣中传来女人的呼救声 好心的桑子明急忙跑到洞口查看 见是一女子在林中奔跑 嘴里还不停地喊着救命 她便追上去把晕倒的女人抱回了山洞 还贴心地帮她烤干贴身的衣物 不料女人苏醒后 发现自己一丝不挂瞬间就翻了脸 你上天害理 姑娘 你误会了 我误会了 你把我拖得金光 前世上下都叫你摸过 你 你不是人 桑子明被骂的是手足无措 可认凭自己如何解释 甚至是赌咒发誓 女子反正是坚决不信 一口咬定就是她玷污了自己的清白 你把我弄完了 抬着点擦 我擦什么了我 擦你见不得人的地方 我什么地方见不得人 你的嘴边望爽了 我擦怎么样 实际不能擦吧 你实际擦不擦 你实际擦不擦 不 你认了 你认了 不料两人吵着吵着就吵到了一起 桑子明还被女人趁机陷害了 这回你舔过我舌头了吧 我 我什么舔过你啊 哦 你刚刚才舔过 你就赖 你 你是我看见天底下最坏最坏最坏的女人 哎哟 你是我看见天底下最笨最笨最笨的男人 好 我笨 我不离开 啊 俗话说得好 最高明的猎手总是以猎物出现 这狐妹子仅仅只是劣势小技 桑子明就忍不住着了她的当 女人自称名叫莲香 乃是那镇上的青楼头牌 不料桑子明对此却不顺在意 反倒是留下她夜夜欢好 有如此家人作伴 桑子明直接灵感爆棚 照着莲香的模样就画出了李大人的女儿 虽说李大人看后也是连连点头 但总觉得多了股风尘气息 于是便要求桑子明重新再画一幅 这天独守空房的子明百无聊赖 于是又摆弄起了那把古琴 她这次倒是没引来那雷电轰鸣 反而是引来了一个白衣女子 女子表示自己名叫李啊 是听见有人俯琴这才冒昧来访 眼见如此角色美人 多情的桑子明自然不会放过 两人以前会有屏住夜谈 燕尔的博学也让桑子明对她更加倾心 可她才刚至于燕尔的手为何如此冰凉 燕尔就急忙抽身逃离 表示天色已晚自己要回去了 桑子明当然不会放过这道手的肥肉 两人推嗓间齐齐落入水中 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是水到渠成不言而喻了 要说这个燕尔也确实是个才女 不仅琴棋书画样样惊痛 就连那武姿也是美轮美奂越位十足 桑子明便照着她的模样又画了一幅人像 不料这画竟和李大人的王女长得一模一样 惹得李大人是惊奇连连 桑子明将此事告知李燕尔 燕尔却支支吾吾的岔开了话题 哎 林香是谁 林香 哪个林香 哎 你第一天看到我就叫 哎 林香 我知道你会回来的 那个林香是谁 桑子明没有隐瞒 告诉燕尔那只是镇上的一个青楼女子 可不料这下却惹得燕尔更加好奇 这石窟少说离镇上得有四十里地 一个青楼女子如何能过得来 桑子明却闻言一笑没有在意 只当是女人间的争风吃醋 这天桑子明正要弹琴换来样 没想到林香却先一步感到 林香一见子明便发现她脸色极为难看 于是赶紧为她好脉诊断 燕尔健壮也没有打搅两人 而是转身躲到了一旁偷看 你的脉下肾虚火热 你老实说 有没有什么女人到这来过 没有啊 对了 瓜州节度是李怀让 叫我替他死去的女儿 画一张供养人像 所以我找了一个会答部的小姑娘 当心 你找的也许是李怀让死去的女儿 你猜对了一半 不是李怀让的女儿 是李怀让的侄女 你放开我 等到林香离去时 叶尔便悄悄跟上了她 随后就回来跟桑泽民告状 好一个青楼女子 住的不是烟花柳香 而是深沙老洞 你说谁啊 你的心肝宝贝林香 原来是一只千名狐狸 什么 她从你这出去 我就跟着 一直跟到榆林库南上 得了得了 你们女人啊 真是的 你说她是狐 她说你是鬼 天底下真有她那么漂亮的狐狸 和你如花似玉的鬼啊 死而无憾的桑泽民 整日周旋在两女之间 且不说这两人是不是什么鬼怪 就算是在正常不过的人 也遭不住如此纵语无度 看着脸色苍白日渐消瘦的桑泽民 好友于非忍不住调侃的 十二个时辰 你占了六个 身子虚 为淫 汉 乱讲 谁说身子虚 我还没说完呢 你整天的开门纳指 我身子虚有鬼 一定不起的桑泽民借机 向李大人问起他女儿方敏 得知其闺名正是李艳儿后 桑泽民差点直接喷出一口老血 原来这李艳儿竟真的是鬼 而为了照顾病重的桑泽民 莲香和艳儿也摒弃前嫌成了好姐妹 不料这一幕落在桑泽民眼里 竟变成了这副模样 经受不住刺激的子民放声大叫 再次晕了过去 好在在两人的精心照料下 桑泽民也逐渐恢复了健康 而莲香和艳儿经过多日的相处 也在不知不觉间形成了深厚的姐妹情谊 最后艳儿在莲香的帮助下 成功借师还魂嫁给了桑泽民 而莲香则选择了待在敦煌 遥望送亲队伍替他们祝福 此片改编自蒲松陵的聊斋之意 由李汉祥导演拍摄于1991年 曾多次被央视反复重播 其实除开部分风月情节不谈 此片无论是文化氛围还是布景配业 都实属是一部上乘的文艺佳作